比什麽布施最后生菩萨呢 他的果报会比较大呢 因为他的 他已经快怎么样 成佛 他已经跟佛已经快接近了 所以 他可以得到 我们布施最后生菩萨呢 也可以得到大果报 那 布施何种人得大果报之外呢 我们这边 第十三项呢 最殊胜的三种布施 最殊胜的三种布施呢 就是在据色论里面提到的 第一个呢是 解脱人施解脱人 解脱的人施解脱的人 比如说 第四果 布施给第四果 两个都 两个都殊胜 心也殊胜 田也殊胜 那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是菩萨所行的布施呢 普利乐一切众生 菩萨的布施呢 是殊胜的 因为他的发心 三心相应 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第二个 第三类呢 为庄严心 为庄严心 我们这边会提到 为除贪 为得定 为得涅槃 这是为庄严心 这个都跟心有关 贪 我们的贪心 除掉贪心了 除掉了我们的烦恼 得定 定也叫心真上学 得涅槃 为庄严心 最殊胜胜的三种布施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项 八种布施呢 他这边讲到了 如法布施跟不如法布施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 其实常常是不如法的 不相应于佛法 不相应于解脱法 不相应于断烦恼 所以他叫不如法 但是他还是布施哦 那因为你不如法 所以你的福德小 你的功德小 不殊胜 同样布施一个东西 却让他不如法了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随制师 随制师呢 就是说 因为刚好有人来 刚好来我就怎么样 就顺便布施 没有来我就怎么样 就没有布施 这个第一个是随制师 第二个呢 是布卫师 布卫师呢 是比如说有人这个来求你布施 那你本来不要布施给他 最后呢 他把衣服脱掉呢 前面有一只龙 后面有一只缝 你会不会布施给他 会 那个叫做什么呢 那个叫布卫师 我们因为恐惧害怕 布施呢 因为你 你这个 比如说生病 那生病呢 你想说布施 之后呢 可以让你的病可以好起来 产生布卫的时候 那你产生 产生的布施呢 叫布卫师 第三个呢 叫报恩师 那因为别人有恩于你 所以我才布施 所以那个对象 有没有局限 只有 只有 A对我有恩 所以我布施给A 会不会布施给B 不会 菩萨布施不一样 菩萨布施是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这个是不如法的 求报师 求报师就是 你希望 你布施给他 然后呢 求得果报 比如说他有很多 苹果 你布施一颗 巴拉给他是希望 他送你什么 苹果 这个是什么呢 求报师 第五个呢 是习仙师 习仙师呢 就是主线都是这样布施 所以我们也跟着布施 这也是不如法的 第六呢 西天要明 西天师 就是他 他希望布施之后 能够怎么样 升天 那要明师呢 要明师就是 他希望得到好明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布施呢 有二十个人 要布施 那一定有第一名嘛 布施最多的那个叫第一名嘛 他为了得到第一名 所以呢 他布施 这个叫做什么呢 要明师 这个都是不如法布施 师因如法师 勿随自不报 求报及席先 席天要明 等这七个都是 不如法的布施 在据色论里面 讲到八种布施 这前七种是不如法的 第八种是如法 为庄严心 那这个庄严心呢 第一个呢 为除千贪 就是为了除我们的贪心嘛 第二个为得于且 于且是得定 第三个为得上义 为得涅槃 那这一些呢 是如法的布施 断除我们的烦恼 得到定 然后得到解脱 这是如法的布施 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除这六个可能性 我们布施其实为了 对峙我们的烦恼 为得解脱的涅槃 接下来我们看 抉择布施 刚才提到说 不如法的布施嘛 那有一些是不应该的布施 有一些东西 财务是应该布施的 有一些是不应该布施的 不应该布施 他有几个情况不应该布施呢 从自己 从他人 等等呢 有几大类 那我们先看 应该施跟不应该施 抉择嘛 应该布施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布施的种类 有财师法师 无畏师 那菩萨的布施是应该怎么样呢 男施 很男施 这里的 头脑水血肉国土七子 这一些男施 男施怎么样 男施要 人施 我觉得五十岁以上的人 要尽量布施 当然五十岁以下的人也要布施 五十岁以上的人 为什么要尽量布施呢 什么意思 下课时间到了吗 不是 五十岁的人 我觉得 有一只脚已经进去了 后面那只脚再提起来 就全部都进去了 他就像一个农夫 他收成很多 收成很多的穀物 你这一生呢 有很多的财物 重点是 你要让你的 这个农夫要让来年收获更多 要把这个穀物怎么样 布施出 要把财 要把种子种下去 那五十岁了 六十岁 无偿随时会到 你要把这个种子种下去 布施呢 的种子呢 要种下去 所以呢 男师 能师 我们一般布施会布施容易的东西还是不容易的东西 我们一般都是布施 比较容易的 财物比较小一点的 那布施的东西他其实有内财物外财物了 有情物跟非有情物 那慢慢我们要练习 男师的我们要去布施 英勤施是什么呢 英勤施就是 你要不间断的 很勤劳的布施 为什么要很勤劳的布施 因为你就像农夫一样 你很勤劳的去耕种 你就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果报 第三个呢 第三个一般来讲很难做到 如果说有人现在给你来求所布施 你应该怎么样 听到有人要来给你布施 你要 你要很开心 闻施 心欢喜 所以呢 男师 能施 而且要 殷勤施 刚才提到的 本来你一个礼拜布施一次 变成三天布施一次 变成 一天布施一次 可不可以三餐都布施一次 可以吗 三餐布施 可以用什么方式 刚才提到的 米粒啊 对不对 你尝试每一餐都一粒米去布施那个 蚂蚁 在经论里面 我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 那个有趣的他是提到说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布施给我们的家人 乃至于说以前有奴婢之类的 这些是非常好 不断的布施会增长你的功德 他说还有一种布施也会增长 无量的布施功德 什么布施功德呢 布施升起什么心呢 他说因为以前的人 比如说农人他都有那个骨仓嘛 骨仓里面都有老鼠嘛 对不对 有老鼠 他说你如果能够升起 因为我有骨仓 所以我的老鼠呢 他可以不得 不会 他可以挨饿 升起这样的心 也可以升起无量的功德 因为你骨仓的米布施给谁 老鼠 我们如果骨仓里面有老鼠 会不会升起这样的想法 不会啊 菩萨是这样的啦 所以我们不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菩萨 所以呢 男思因情思 文思心欢喜 那不应该布施呢 从三个部分 我们是不应该布施的 第一个呢 从自己 比如说经典未熟悉 我们出家就学习佛法嘛 那佛我们的经典还没有熟悉 人家说来布施我们的经典 叫我们送给他 要不要送给他 不要 第二个呢 出家人的三一级波 三一级波呢 是我们必备的 人家来布施说 你三一根波给我好吗 不行 这是怎么样 不应布施的 那其他的呢 我们应该渐渐的休息 这个不可勉强 那另外呢 在大宝基金里面 他提到说 有五件事情不应该布施了 比如说刀剑 刀剑不以布施 他会伤害众生 因为那个剑有没有 有些人他是要 刀子啊剑啊 他不是要去利益众生的 还有一些捕捉 这样众生的一些器具 鱼网啊 鸟网啊 他会脑众生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酒跟毒药 酒跟毒药 所以喜欢喝酒的人 有没有 他说来来来 我今天请你怎么样 喝酒 那个酒是不能布施的 因为酒会伤害我们的智慧嘛 那第四个呢 非礼求财 不以布施 物不禁锢 非礼求财呢 就是说你那个财物呢 是不清净的 比如说今天去偷了一袋的苹果回来 所以呢 送给你这样 你知道了以后 知道他偷的 你又不要拿 不要 这个也不应该布施 第五个呢 他说音乐你女色 不以布施 坏尽心固 这个很有意思哦 音乐 有些人他会 那个放一些音乐 我们来听听音乐 听那个音乐 有时候 会不会生起染污心 会吗 他会生起染污心哦 比如说 来我听放 那个 放一首歌给你听 叫爱你一万年 这是爱是清净还是染污 是爱是染污的 所以呢 武士不应布施 非礼求财 不应布施 酒急毒药不应布施 还有这个鸟网 鱼网 这会脑害众生的 也不应布施 刀剑 不应布施 还有音乐你色 不应布施 那这边不应布施的呢 除了刚才从自己来看呢 我们自己的经典 还没熟悉 出家人的三一几波 还有什么呢 从他人来看 他人来 求索的人 如果他是邪魔外道 他故意来给你捣乱 来给你捣乱 那既然他是来捣乱 他来 要我们布施 我们不要给他 第二个呢 疯狂或幼稚 不正常的 不需要的来求索 他根本不需要 但是呢 这个 他来 叫你布施 也不要布施 也不应布施 第三个 从所为 所为呢 就是从 祈求的目的 祈求的目的 就是说 他叫你布施 是因为他要怎么样 吃喝玩乐 赌博玩乐 或为损害众生 那 从祈求的目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 为赌博玩乐呢 这个呢 是不应该 这个布施的 第三个 为助成杀到瘾 他如果说 拿了这些钱财呢 他要去杀到瘾 比如有些人 很喜欢赌博嘛 他说 爸爸妈妈给我 钱 那他要怎么样 他去赌博 你要不要给他 不要给他 但是一般 有时候父母 会不会给他 他会给他 那 有一些呢 是为了吸毒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 不应布施的呢 这个 为助成杀到瘾 还有第四个呢 他会 损害众生的 你布施给他呢 他会去损害众生 那这个我们都 不应该 布施 好 接下来呢 第十六项呢 是很重要 如何布施 坚除烦恼 我这个 这个 附加的价值 非常高 好 他可以除我们的烦恼 第一个呢 以所施物中 不习故 因为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我们 我们会除去我们的什么呢 迁滩 因为我们不会 不会 这个 对这个所布施的呢 我们不会另习 那所以呢 以所施物当中呢 不习故 所以除迁 第二个呢 敬念受者 除嫉妒 那因为他是我们的感恩户 我们恭敬他 好 那我们不会 产生嫉妒心 所以呢 敬念受者 接受的人 好 所以除嫉妒 第三个 执心布施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 心呢 是执心 除残取 残取呢 是心是歪取的 第四个 一心布施 除吊具 那第五个呢 身思为故 我们布施呢 其实 透过正见证思维 有这个思维 思维之后呢 我们会不会后悔 不会 我们布施之后 我们会觉得说 对我们果报是好的嘛 我们绝对不会后悔 我们 不只不会后悔 我们还会后悔 不是 不是后悔 后悔布施太少 我们不会后悔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布施之后呢 我们会得到好的果报 所以我们不会后悔 第六个呢 观受者功德顾 他除不恭敬 那我们布施给他呢 因为他会得到 布施的利益 我们会除这个不恭敬 我们不会对他 产生不恭敬 自射心故 因为布施的时候呢 他会射心 除这个无禅 那知人有好功德故 除这个无愧 不染拙钱财故 除爱 我们一般很爱着我们的钱财嘛 所以那布施 跟不布施的人刚好是相反 不布施的人 他很爱着他的财物嘛 布施刚好怎么样 刚好相反 把财物怎么样 布施出去 那第十个呢 慈敏受者故 因为我们慈悲 他那么辛苦 那么苦 好 慈敏受者故 产生慈悲了哦 就除去什么呢 称会 恭敬受者故 我们会恭敬受布施的人 既然恭敬他 我们就除 什么呢 交慢 知行 第十二个是知行善法故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修的是 这个布施呢 是一个善法还是恶法 是一个善法 除掉什么呢 无名 我们是有智慧的 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有智慧 没有布施的人才是没有智慧 那第三个呢 信有果报故 这个因会感到果报的 这是一个证件 那他就除什么呢 邪见 第十四个 决定有报故 我们布施会不会有果报 真的吗 真的 所以他就除什么呢 除以 所以你的布施的方式 如果正确的话 他一次可以坚除 这么多的烦恼 那接下来我们看无相布施 所以呢 在布施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三轮体空 三心相应 三心相应是什么呢 就是这边的菩提心相应 发菩提心 上求 无上佛道 下罢无量众生 我们是发菩提心 而且有大悲心 而且有无所得的波罗信空会 波罗波罗蜜相应 三心相应的话 你的布施是有相还是无相 无相 不着相 不着哪一个相呢 三个相 能布施的人 不着相 不会有 认为有一个 有布施的我 我高你低 不执着有一个布施的对象 不执着有一个布施的东西 所以呢 在大圣佛法 尤其金刚经里面 讲到无相布施 他的无相布施呢 是因无所住 行以布施 我们布施的时候 是因 因无所住 还是因有所住 我们是有所住的 为什么因 因有所住呢 有我在布施 我 不是别人哦 要记好 是我布施哦 是我布施给你哦 有一个对象 有一个东西 我这个东西都是最好的哦 好 着相 那 我们无相布施是怎么样呢 因无所住 行于布施 第二个呢 不住 色身相未处法布施 不住于 你布施的这些东西呢 色身相未处 不着相 第三个 不住相布施 那这个不住相布施呢 就是金刚经所说的 不着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而布施 那这样的布施 无相的布施 它是三轮体空的布施 三轮体空的布施是什么呢 不着施者 布施的人 就是这个 我们人一般从心来看 不着受者布施的对象 不着施物 布施的物品 你也不会产生执着 三个不执着 第一个 能布施的人 第二个 你布施的对象 跟你布施的财物 都不执着 那就跟空性相应 跟空性相应 跟什么相应 波罗 波罗蜜相应 你在布施的时候 跟波罗 相应 那这个大圣的 波罗 波罗蜜 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到彼岸 大圣的布施 叫做布施 波罗蜜 但是人天法 他叫布施 那他是不一样的 那布施 波罗蜜呢 他是大圣的布施 他具备五个相状 好 这五个相状呢 如果我们要修大圣布施 这五个相状 大家要注意 第一个呢 是相应 撒普洛心 撒普洛心呢 是佛的佛制 这个佛制是什么呢 我们要相应于这个佛 佛是以 这个菩提心相应 菩提心相应是什么呢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我们要相应的心是什么呢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上求佛道呢 就是说 你在布施的时候 你一定要怎么样呢 遇得佛果 我布施是为了得到 佛果 第二个呢 我布施是为了怎么样呢 利益一切众生 为尽一切众生的苦 那第二个呢 是舍 内务跟外务 因为布施呢 他是舍嘛 那内务外务呢 一切皆舍 那内务呢 是头脑髓血肉等 这是什么 难舍 那外务呢 国土其子 七宝饮食 财物等等 其实如果这几样 我们能舍的大概 有拿几样 如果那个 写出来的这几个 饮食 饮食 七宝呢 七宝回家考虑一下 好 这是在那个 金饮 琉璃 玻璃 车取 这一些 那简单讲 就是金饮之类的 有值钱的东西 那这个内务外务 还有福共一切众生 就是你布施的福德果报 你会得到那个果报嘛 要这些福德的果报 要与一切众生共用 所以注意了 如果菩萨的布施是这样 他福报很大嘛 那他会自己受用 还是大家一起用 大家一起用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很有福报的人 他很有智慧 他比如说房子很多 那就捐一个房子 给人家当什么文康中心 佛堂之类的 他有这个大悲心 福共一切众生 第四个呢 回向 阿牛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在修学佛法 散法的时候 我们都会回向嘛 你要回向什么呢 你在做这个布施 你要回向于此布施 但求佛道 不求余报 不求什么呢 不求来生的富贵 不求来生的庄严 求什么 求正德无上的佛道 因为你得到佛果之后 你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 那第五个菠萨菠萨蜜像呢 是用无所得 我们的布施是跟菠萨菠萨蜜 相应的 顺诸法实相而不虚妄 好 所以这个布施菠萨蜜的五项呢 这五个如果都具足的话 就是大圣的布施菠萨蜜 那第十九项呢 也是很重要 这个也是在 大致多论里面提到的 你看我们布施的时候 还可以那个生起 相似的八正道 布施的时候 他跟八正道是有关系的 好 布施呢 我们看第一个 信布施果故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这样的因可以得到 殊胜的果报 可以得到人天的果报 可以得到二圣解脱涅槃的果报 可以得到成佛的果报 这样是什么呢 有因果的政见 所以呢 我们布施的时候 信布施果故得到政见 那政见中思维不乱 他绝对不会错乱的 这个因果关系 所以他得到什么呢 正思维 那因为你有政见正思维 你在说布施的时候 是清净还是扎然 他是清净的 清净说故 所以他得正义 那静身行故 我们清净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清净我们的身行 得正业 那第五个呢 不求报故 得到什么呢 正命 第六个呢 勤心 施故 就是很精进的布施 得正经进 那念施不废故 我们都 这个念佛念法念施 念天 那这是正念 得到正念 心住 不善 那因为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 心保持正念 产生正定 他就得到正定 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 心会生起相似的一个八正道 那我们在今天呢 讲到了这个布施 他的内容 非常的多 非常的广 非常的丰富 在佛典当中呢 很多地方讲到布施 比如说 仁天法的三福业 布施词戒禅定 他摆在第一 那另外六波罗蜜 六度四色 他也是摆在第一 还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第三个呢 六随念 他也讲到布施 念佛法身 师 师界天 他也讲到布施 还有像我们讲到的 十地的时候 有讲到十波罗蜜 有没有 他也讲到布施 还有 这个出地的时候 他特别 也讲布施 偏重修 这个布施 那还有刚才提到的七圣财 信戒 闻舍会 惭愧 那个舍 七圣财也讲到布施 那所以布施 他在佛典当中 讲到的地方 非常的多 那我们的众生呢 要得到快乐 是要这些物质 有物质 的这些财物呢 我们才会产生快乐 那这些物质 从哪里来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这些财物 从哪里来 从布施来 那所以呢 我们说 一知据得乐 一失得知据 故佛为众生 先占布施 佛说法的时候呢 他先说什么法呢 他不是先说解脱法 他先说三端正法 布施 持戒禅定 布施呢 是讲在最前面 他最容易去利益众生 最容易去涉受众生 那 前面提到说 如果您的人际关系不好 改善人际关系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布施 你给他财师 你给他法师 你给他五位师 他都可以改善 我给他财师